警方深夜直行 看到一副自小客企图躲避林檢 立刻上前盘查 自小客开进路盘工地 开车的少年正要跳下车 就被警方拦下 少年一下车就猛打电话 原来他是要打给妈妈求救 17岁少年当场坦诚无照驾驶 而他随身带着妈妈的皮包 里头还有大笔现金 当时车上副驾驶座 还坐着18岁温姓男子 还有两名女子 各自抱着一条狗坐在后座 警方发现车内传出怪味 果然在座椅下方搜出两包K他命 他们四个人都承认拉K 但是少年对自己拉K不以为意 还呛远景 我只是无照驾驶又没犯法 本身就是表示说 也觉得这个吸毒的方面 并没有表示说感到这个 非常的就是不应该 听到儿子无照驾驶又拉K 少年的母亲赶到派出所 但是他的态度令远景傻眼 母亲来到派出所之后 本身也非常关系这个少年 但是并没有对这个少年 多于苛责 少年是中措生 家长又无力管教 只能任由孩子学坏 远景也对少年的未来感到忧心 记得林渊斌黄总盈台中报道